今天你要干什么了 就是国宝 久违了这首歌曲又被我拿出来了 感觉是一年一度啊 当然那个地方不同啊 一年几度也是不一样的 这里呢是周二的球续播报 我是猜猜 这些看新闻啊 说是11月份啊 会有这个流行雨 我就想 哎这样可以找人看流行雨 还能对着流行雨许愿 结果朋友跟我说 猜猜你别傻了 我们现在在一个白天 连人都看不清的国度里面 你傻兮兮的 还期待晚上可以对着流行雨许愿 可能度 对除非把我打晕 满眼的流行 胖虎其实比我还傻 胖虎 听说这个北京雾霾特别大嘛 专程从这个西安马加沟 跑到浙江义务小商品市场 然后批发了 好多好多这个口罩 跑到天安门去卖 这一路也够曲折的了 结果 结果他赔本了 我说你怎么能赔呢 对吧 就是跑去路费 我觉得也应该能赞点 他说因为那个天安门 广场雾霾太大 根本没有人看清 他站在那 你也没有被那些 就是便衣抓住啊 不过抓你干嘛 你长得很像坏人嘛 那看不清了 是不是可以做坏事 好了脑洞有点大 这一天雾霾嘛 两个医生啊 特别郁闷的对着窗外的大雾 就聊天了 一个医生就说 你说这天让人怎么活呀 另外一个医生说 是呀是呀 这大雾天啊 要是赶上一个白内障病人拆线 睁开眼睛 没准以为手术失败了呢 对就有一次我滴眼药水嘛 滴滴滴完以后我发现 完蛋了 这眼药水不会买到假帽的吧 因为我睁开眼睛发现 全部都是细黑 什么都看不到了 然后就哇哇大哭 我爸在旁边说 紧张啥 不就是停个电吗 干总开车 然后他给领导请假 说老板 今天北京这个雾露太大了 不好开车 所以迟到了 你看我们老板说啥 我们老板说 你妹的你 老板这么吵 北京大雾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咱们在上海 北京的朋友们哈 其实雾霾来了呢 不要怕 凡事呢 往好的想 因为下个月沙尘暴就来了 雾霾就没了 微博上哈 韩福东说 这个挤到北京生活的人们挺幽默的 买着动辄 七八百万的房子 扛着一屁股债干活 整天吸着雾霾 完了你问他 你为啥要来北京呀 他说 这里医疗条件好呀 他自不语他说话说 这个雾霾啊 和沙尘 同时都吹到了台湾 许多老人呢 走到街头上 张开双手 四十五度仰望天空 泪流满面 深呼吸激动的说道 六十年了 六十年了 终于闻到家乡的泥土味了 这个声音是不是听上去有点恐怖 就是当这个感冒在遇上雾霾啊 这个嗓子又别想好起来 只说折腾这么久啊 来到大城市 都投身这个医疗费用了 不过没有关系啊 今天这个节目呢 真的是要再安慰一下 所有呢 在这个 这个同一片天空下面 同呼吸共命运的所有好朋友们啊 因为你听了这期节目之后 你会觉得外面的空气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今天的会讲到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的味道会会非常的难闻 所以在这里呢 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朋友啊 今天节目一定不要在吃饭的时候 或者是 如果你觉得你口味很小清新的话 后面也不要再听了好吗 好吧 什么样的糗事呢 这个叫逗你玩的听友 他说 俺今天下班回家呀 还没有走到这个拐脚电梯 以为没人啊 于是呢 就打了一个超响超长的隔 呃呃呃 不是 鸣掉了这个隔 结果走过拐脚 发现里面站满了等电梯的人 呵呵 很糗是吧 太糗的 有一次呢 我坐电梯 电梯里面都是人 我特别想不是打隔 我就特别想放屁啊 但是人多嘛 又怕丢脸 就在纠结 后来呢 一句话 一句俗话 打败了我 这句俗话就是 活人不能被屁憋死 于是呢 就不管了 丢脸就丢吧 然后就放了哈 结果这个屁 冗长冗长的屁臭 充斥整个电梯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一个兄弟 他打了个嗝 真的不是故意的 有一天呢 毛毛去吃宵夜 吃完宵夜之后呢 在电梯里面就放了个 又响又臭的屁 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尴尬 他呢 就恶狠狠地 蹬着旁边这个 柿 柿子 柿子在群里 被叫柿爷 毛毛就一直瞪着他 柿爷终于不耐烦 就说 你装什么装啊 这里就咱两个人 007说 有天我在电梯里面 忍不住放了个屁 其他人呢 都捂着鼻子 都有那位眼神 杀着我哈 哼 敢把大爷我怎样哈 一不做二不休 我用力 把憋着没放完的屁 全部都放完 一股恶臭 众人在同一层楼 夺闷而逃 糗大了 为啥 因为我 出响了 问题是你穿着裤子 你出来他也不知道啊 但是这个臭 是持续性的 还有电梯里 发生的糗事哈 ZRIUS说 刚才那座电梯 一堆人 我最后一个进电梯 结果超重警报 就响了 没办法 刚拔出西瓜刀 准备把这个西瓜刀 扔掉 没想到一乡人 就立刻跑光了 他那时候 今天中午下班 跟二货同学去吃饭 回来坐电梯 电梯就我们两个人 我去九楼 他十二楼 到九楼的时候 我出来的时候 顺便就按了十楼 十一楼 看着他凌乱的表情 然后我音效地离开了 太坏了 行活说 我一朋友在北京上学 一次呢 跟女闺蜜 坐电梯上二十四楼 见电梯内 有一黑人学生 我就用河南话 小声地说一句 翘他他黑 两个人偷笑哈 一出电梯门口 黑人用河南话 回了去 那他黑呢 这俩人脸刷的就变了 无敌自容 想找地方钻进去 你这么黑人家好吗 那就是说到黑啊 有一天那个 就是坏人 对展护卫说 展护卫啊 你的影子在动呢 展护卫说 修斗不理 那是包大人 以后规定 猜猜节目不能说 跟这个节目主题 无关的段子 再这样插段子下去 我跟你说 这期节目又要超长了 我超长不要紧 可能你们开心 但是别的主播会揍我的 我猜猜你在把节目 做这么长 我怎么做 腾市结束 我跟妹妹去等电梯 两部电梯都来了呀 我飞快地跑进 其中一部说 你进那一部 我们比比谁快 妹妹满脸嫌弃的 说不了 电梯一直上升 我在扫兴中反思 自己是不是应该成熟点了 否则会被妹妹看不起 不久电梯到了 打开门 看到妹妹居然在外面 然后她欢眸乱跳的说 耶 你输了 刚刚明明不是这样的 现在的人啊 都很有礼貌 那天啊 我在电梯里 遇到一个人 他问我 你放屁吗 我摇了摇头 结果 他说 那我不客气了 新技能 在电梯当中呢 怎么辨别 这个屁是谁放的 你可以问他 大叔你吃饭了吗 大叔说吃了 吃啥呀 就啃了两根馒头哈 大叔注意营养哈 转身又问哥们 大哥你呢 大哥说 哎呀 我吃的韭菜炒蛋怎么了 那刚才那个屁是你放的吧 说到这个吃什么 陈元说 有一天 我去吃麻辣烫 先不过瘾 放了半碗辣椒油 吃了三头生蒜 还喝了五瓶冰镇啤酒 吃完了打车回家 我觉得这样子的配餐啊 不太容易放屁 但是真的很容易打嗝 然后走着走着呢 就问司机 师傅我放个屁行吗 师傅说 你放呗 我又没堵你屁眼子 这下好了 一个屁呢 放了15分钟 舒服了 就看从车里往外冒蓝烟 都看着不着道了 司机打着双闪灯往前开 他一会又问司机 司机我再放个行不 这时候司机都哭了 说哥们你别放了 也不知道你吃啥了 臭就算了 关键还 辣辣眼睛 我看不见到啊 是这个蒜味吗 真的如果连放15分钟这种 我还真的没见过啊 站站续续连放15分钟 我有过 刀刀说 朋友问我为什么 别人说吃大蒜会放屁呢 可是我老打嗝呢 我回了一句 因为屁迷路了 我觉得吃大蒜啊 嘴巴里的味道 本来就是一个杀伤性武器 根本就不用再放屁了 多曲折呀 但是大蒜呢 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哈 预防感冒的 其实也是应该多吃一点的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味道大的话呢 也可以吃糖蒜啊 或者是炒菜的时候 把蒜炒熟味道就不会这么大了 小白说上课的时候啊 突然 一阵裤装撕裂的巨响 响出了整个教室 响声中位的同学 捂着鼻子四三透开 纷纷指责响声的制造者 在老师跟同学们的指责声中 那个同学站起来 理直气壮的解释说 我想要怒方的生命 T-R-E-A-S-U-R-E说 哎呀 我们班上有个人啊 老师放具象具象 其中无比的屁啊 放完吧 就放吧 他还来一句 啊爽 就这个FU-B-E声 结果又一次就是这样啊 不过没听到他的那一句 阿爽 因为我们听到他 不久大喊了一句 拿纸来 四人专属说 我一哥们来我家做客 第二天起床 说我们家有蚊子 把他钉两个大包 不过他报仇了 我说你怎么报仇的呀 难道你咬他两口啊 他说 后来蚊子钻到我被窝里 我就把他用被子 包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放了个屁 早上起床的时候 蚊子打蔫了 突然觉得感冒有好处哈 鼻子不通 然后也蚊不太清楚 就是屁味 金哥说 研究称呢 吸二手P有利于远离癌症 英国的爱克赛特大学的科学家指出 正确剂量的硫化氢 就是P的主要成分 能使细胞中的线力体平稳运转 确保细胞可以继续与病菌颤斗 有助于降低癌症糖尿病的疾病风险 所以下次当有人偷偷放了一个臭屁的时候 你要做的就是优雅的深吸一口气 等会儿再跟你说这个优雅的事情 首先呢 我觉得做人一定要有勇气 那勇气是什么呢 勇气就是你明明知道啊 你拉肚子忍不住了 你还有勇气敢去放一个屁 你看烧帅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呢 旁边寝室的一名帅哥们哈 打开我寝室门 悄悄伸出他的小沈阳头行过来 又幽怨的眼神看着我说 哥寝室没纸了 你拿点卫生纸呗 我问咋的这是 肚子痛以为是个屁 结果大意了 我跟你说 我享受了一个糗事 我觉得特别糗啊 就有一次呢 也是自外面吧 以为是个屁啊 就就就就忍不住 结果就就出来的是那个 西的 然后因为小嘛 然后就躲到一个没人地方 内裤直接脱了扔了 好了回家了 我的终极秘密 阿姆雷说天冷了 去澡堂洗澡 大吃的那种 洗到一半突然屁一来了 想着最多冒个泡而已 谁知道会拉肚子呢 这个时候 整个大吃一吃人 瞬间就空了 老板你听我解释啊 这不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洗着洗着成黄河了 Viser Lee说完了 我被骗了 就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子 都把我骗了 上厕所啊 把纸掉厕所里了 然后他跑来问我要 我说我就这点 他说你给我 然后我回家去拿 于是我给他了 现在已经过去十几分钟 他还没来 我该怎么办 有时候去公共厕所哈 本来你是想尿个尿 结果发现 怎么就扁扁出来了 然后又没有纸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是还蛮尴尬的 我在厕所是问别人借过纸的 然后别人也问我借过纸的 马虚说刚刚逛公园 那集去了公厕 解决完了洗手的时候 有个阵阵的声音 说哥哥给我几张纸好吗 我一看是个孩子 我说你怎么没带纸呢 他说我带了 可是刚才被隔壁叔叔借走了 他说让我看看什么牌子的 连小孩都骗 据朋友说在公共厕所登坑啊 发现没带纸 正无计可施的时候 一个人对我说 你可以用袜子呀 有道理 于是我脱下袜子 罩在他头上 把他打了一顿 然后把他纸抢走了 技能也要有正确的用法好吗 不过真的用袜子 直接去擦的话 也挺不卫生的 笨得来要稀说 我这个人啊 满地都是朋友 不管在哪上厕所忘带纸 都有人给我点赞 还有人说 有一天我蹲大便哈 突发奇想的 就是想从隔板底下 看看隔壁哥们哈 结果那是我人生最尴尬 最恐怖的一次对视 小色狼说有一天 一个女同事上厕所 突然门板下呢 伸进去了一只 猥琐的手和手机 这女同事啊 以蓄勒不及掩耳之士 抓住那个手腕 大喊救命 猥琐的手 挣脱掉逃走了 她呢得到一个iPhone5 新技能get 三件秦思明说 有一次我坐火车上厕所 出来一女生 她一甩手啊 这个手上这个水呢 就甩到我脸上了 我一想也没关系 反正她洗完手了是吧 结果呢 等我上完厕所之后 我就哭了 因为水龙头 根本没有水 奥森沙利说 说个前几天呢 在厕所 男小便吃 都是一排一排的 你懂的 这个我 我大概懂一点哈 然后旁边同事完事后 突然看着我说 今天这身衣服挺帅的啊 说着用手摸我衣服 布料也不错啊 说完出了厕所 我心里还高兴 她夸我呢 抖了抖 拉上拉链去洗手 突然意识到 那货刚没洗手 拿衣服蹭了是吧 那天还有听众 在我节目下面 不是留言嘛 是我上一期节目 我说这个季节哈 女生上厕所 要动屁股 她 O O U G 这些昵称 都不值得我捏 捏了 你看 没特色 她说 那个女生 大冬天上厕所 要脱裤子 动屁股 可是你知道 我们男生吗 就是你们女生 上厕所 不需要用手服啊 然后我就在 琢磨一件事 男生上厕所 都要用手服 是吧 然后上完厕所 出来 洗个手 对 可是女生 既然不用手服 为什么上完厕所 出来要洗手呢 我一直搞不明白 一件事情哈 反正我都不洗 安迪C说 人生的场合里面 最让人怀疑 自己其实 并不存在的时刻 莫过于 将手在感应 龙头下面猛身 却依然 没有水流出来的 那一刹那 说一个这个 胖虎小时候的事啊 胖虎他家门口嘛 造了一个特别 就是好的豪华的 可以移动的公共厕所 有一天呢 胖虎调皮哈 就把这个 可以移动的 这个公共厕所 直接推到河里了 回家跟他爸说 结果他爸 直接对着他一耳光 然后这个时候呢 胖虎就跟他爸说 在里面 华盛顿当年 把这一家门 门前 我书都看了 他爸都没打他 你为啥大碍你吗 然后他爸 火的一家 骂到 华盛顿看书 他爸在书上吗 这个厕所哈 男厕所门口写着 关铺 女厕所门口写着 听拳 就是你会觉得 尿着尿着 瞬间高压起来了 小晨晨就问我哈 我去排泄 我去方便 我去拉舌 我去排读 哪个优雅一些呢 我觉得不管是 拉肚子 拉吸 拉水 腹泻 这些词 听起来都有点脏兮兮的 总是给人感觉不干净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孩子呢 说出来这些话 都挺破坏形象的是吧 所以 我觉得联想一下 卫生间的情况 不妨一律都改成软萌 别人问你 厕所好久了 不要紧吧 你回答说没事的 有点软萌 整个人公主气质 一下就出来了 有没有 心情能get 哦对 之前还有朋友说哈 就是在马桶里面嘛 如果放一张纸 就可以有效的避免 大便的时候 溅起的水花 溅到屁股上嘛 是吧 我后来尝试了一下 试得非常有效 但是我问你 我该用什么擦屁股呢 文雅雅 放屁可以说 我放的不是屁 是菊花在叹气 一言收听到的是周二的 求是播报 是彩彩 感冒还没好利索 彩彩 有一天啊 孝亲 神秘的跟我说 彩彩 我发现啊 这个周一的主播 未来 有同性恋倾向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发现 他厕所不冲 这个上厕所不冲 跟这个同性恋 有什么关系啊 孝亲接着给我说 因为我看到了 他那个刚被棉丸的 那个很粗 真是一个会观察细节的人啊 今天的这个 九州播报当中 能跟大家说到 这个话题 也是蛮重口味的 希望大家乐意接受啊 大家都会这个 扁扁 有没有当你肚腾 急着跑进去的时候 就会发现 忘带了一本书啊 或者忘带手机了 这个时候 家里这个厕所啊 你想想 还有沐浴露啊 还有洗发水啊 可以阅读他们配料 生产日期保持期 小孙中 我有一同学啊 喜欢一边扁扁 一边抽烟 我发现了 就是身边好多 这个 就是男生啊 男同事啊 就是不抽烟 都扁扁不出来 一定要吸进去 一口气 才能运出来 好的 他这个同学呢 就喜欢一边 一边抽烟 有一次从厕所出来 大声说 啊 拉着烟 抽着石 真爽啊 拉着烟 抽着石 阿泽说 蹲马桶习惯 把烟头 从两腿间 扔到马桶里 昨天晚上 一手拿着手机 一手扔烟头 突然下身 一阵刺筒 现在起了个 大大水泡 好了 即使你的表达能力 有限 我们的脑补能力 还是 觉得画面很美 请教我蔡仔说 我呢 最近迷上了 玩吹裙子的 手机小游戏 昨日那几码 蹲遍遍 公公厕所解决问题 就边蹲 边玩吹裙子 过了一会儿 隔壁的人跟我说 小伙子啊 你这个屎烫嘴吗 还有吹 还有这位 三个问号的朋友说 你有一端厕所 就有半个小时的室友吗 你会憋得很难受吗 对付他们的办法 只有一个 就是关掉WiFi 这个 在这个 很多朋友身上 不灵的 尤其子不语 他说 其实 就是我没网络 没流量 没视频可看 我也会死皮赖脸 把手机拿上 玩玩图标 也是行的嘛 也就这事啊 一心而用的时候 不觉得亏得慌 喜欢让一个人说 我跟大家一样哈 喜欢蹲大号的时候 看这个求事 不过我们公司的 卫生间信号 屏蔽能力太强了 进去以后呢 网页都打不开 基本上以前呢 都是在办公室 打开网页 在兴致不过蹲 不过蹲的过程中 不能翻页很痛苦 一次意外发现 站起身的时候 手机信号就满了 貌似只有蹲下的时候 没信号 很神奇哈 好啦 这下找到敲门了 蹲着时候 把手机高举过头顶 翻页找信号 不过悲剧产生了 就在我刚才 找信号的时候 门没关研 正被滋滋举的手机 还满怀笑容的 看着这个手机 刷新的时候 有人把门拉开了 然后默默关上了 再后来呢 就听到公司传言说 说我喜欢在公司 上厕所的时候 自拍拉屎 表情好灿烂 场面好恶心 即使难过也不流泪 说上公公厕所的时候 看到有人在门上写的 某某某到此一游 我就纳闷了 这坑那么浅 它到底怎么游的 张书鹏说 今天的去公厕 不知哪位神人 拉西 跑度居然把这个西片边 喷到墙上 有一米多高 保洁大爷 凝视许久说 这是拉的还是吐的呀 就是大家就是 扁扁完之后 冲水是会一直摁着 这个水箱 直到亲眼看到 手指跟扁扁 一起翻腾的冲 干净才松手呢 有没有这样的 反正我是有的啊 因为我总觉得 就是冲不干净 会被我妈说 然后在单位冲不干净 被同事看 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而且我看了一个 就是什么大病预防 什么要除湿热 这本书当中啊 说到就是 如果一个人身体 有湿热的话呢 他的这个扁扁呢 就是会会黏着这个 会冲不干净啊 这个是主要是 身体当中有湿热 所以我每次也会 看一看自己身体 到底好不好 后来我一个表哥 跟我说啊 其实扁扁之后 一定要把这个马桶 盖子盖了再冲水 因为科学家 做了一个试验啊 发现就是家里 这个卫生间 马桶对着这个天花板 用纸一擦 还有这个黄色的这个颜色 就是因为这个 扁扁的这个分子 它如果你不盖着马桶冲 它会冲到这个空中 然后慢慢慢慢 积累到天花板上 想想好恐怖啊 每次呢 要冲水就在想 是要盖马桶呢 还是不盖马桶杆呢 小白说 在朋友家尴尬的事情 想扁扁 在朋友家更尴尬的事情 扁扁没带纸 非常尴尬的是冲不下去 最尴尬的是 冲不下去 水还溢出来了 还有没有人有洁癖啊 就是在外面 上厕所上不出来 必须要在家上啊 反正我们上学的时候 有一同学 我从来没看到 在学校上过厕所 真能憋 我是憋不住鸟的 我都会爱喝水 李斯卡尔说 一妹子在微博上说 手机屏幕上 细菌的是马桶的20倍 然后有一声恢复到 那我敢用我的舌头 填我的屏幕 你敢用舌头填 你家的马桶吗 钟子柒说 吃错药那些日子 总觉得自己萌萌的 蹲马桶大号的时候 必须用两只手 拖着下巴 而且要带着幼儿园 毕业晚会专用的笑容 不然基本拉不出来 画面太美不敢看 小丑说 前阵子大半夜出去嘛 遇到这个街头 随地大便的人 这不是高潮 高潮说这家伙啊 拉了一半 还换个地方 换个姿势积蓄 这肚子到底存了多少啊 感情出来施肥的吗 我说想说 你是有多无聊啊 一路看人家拉便便 什么事好吗 带你长发及腰 拉实际的要撩 今天两首小鸡的歌曲啊 最后呢 再跟大家 读一下互动留言 老跟你说 在床上我趴着 他躺着 我躺着 他坐我肚子上 在客厅 我坐在沙发上 他坐在我膝盖上 在厕所 我坐在马桶上 他坐在我膝盖上 啊 我们尝试过了很多体位 互相满足了好奇心 今天累了 明天再玩哈 宅男和笔记本的 普通一天 偷吃不擦嘴说 今天早上呢 在公共厕所拉降 厕所上面 没有写男女 其中一个墙上 写着NC 我就直接进去了 这分明就是 男侧的简写嘛 蹲下来 脑子闪出一个问题 那女侧的简写是什么呢 NC 难道是你猜 我是WC 那个W 就是左边那一个树杠 可能脱落了 掉了 一秒钟的记忆说 我在厕所里见过套套 烟头 这些都挺正常的 那地上的一层 瓜子皮是怎么回事 瓜子皮 有可能是没有消化 怎么跟你解释呢 就是 你下次吃瓜子 不要涂瓜子皮 然后再下次 扁扁的时候 看一下 观察一下你的扁扁 就是明说 昨天一个老头跟我说 年轻人 我都八十了 身体也不好 你怎么也不给我 让个位置 看你年纪轻轻的 怎么不尊重老人呢 我当时就怒了 大爷 你总得让我把屎拉完吧 大爷哈 有一天 扫清逛街 突然内急了 捂着肚子找公厕 看到一个公厕 跑进去 大爷多少钱呢 大爷说一块钱 那刚那个人 怎么不冒险啊 大爷说 那个人走过来 你是跑过来的 不宰你宰谁 刀婆说 顶风尿尿尿尿三尺 顺风尿尿尿尿一席 不是 说的是 二十岁跟六十岁的区别吗 我就想问 这到底谁说的 你试过顶风吗 不说了洗脸 你这不是顶风 你这是逆风吧 站在山顶上 然后风是从下往上吹的 可能到一脸 脱离了重力 或者在太空当中 长大 哎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今天去搜索拉屎 旁边一哥们 在和女朋友打电话 哥们说我拉屎的时候 先尿尿后拉 一瞬间就屎极了 可以同时出来的吗 两个孔又不影响 科学怪人说 刚才一边蹲空一边听啊 听完了就提上裤子走了 回头想起来 好像忘了什么 你以为是忘了擦吗 错是忘了拉了 哎呀 还得重新回去拉 关键那你纸呢 纸呢 声韵结音说 走在大街上急呀 我们常常会想起 肯德基呀 但是你绝对不会想 任何一家中餐馆 这未曾不是一种 隐藏的文化营销啊 所以人家可以把业务 拓展到全球 总之肯德基是一家 可以出售快餐的 全国连锁厕所 全球连锁厕所 我们这个排队 入排特别长 它的优势慢慢 已经不明显了 刘汉的枕头说 咱咱现在封你为厕所女神 现在上厕所 听不听节目 都感觉不自然 我要给你使点劲 陆某某某说 刚才发生的事很糗啊 在听节目 突然想去厕所 上完洗手的时候 发现 嘴里怎么还叼着棒棒糖 没事的 我经常嘴里含着口香糖 上个厕所出来 我想着不张嘴就没事嘛 碰碰糖有个管子是吧 那个管子是通的 其实没什么了 小光说在厕所尿尿的时候 一直苍蝇 一直在脸旁边飞来飞去 我就伸手 我把他赶走 不会告诉你 我尿了一些吗 没吞吻是吗 SX说晚上上厕所的 干活一堆蚊子 盯着屁屁一顿猛干 整对人家 高潮连连 心里想 嘴巴又不够大 技术也不好 就不要吸人家下面嘛 万一见了一声 想多不好嘛 小时候啊 我上的那个公共厕所 老去上的那个特别脏 底下还有爬的那个动物 你懂的 小时候我就总觉得 他们怎么都不嫌脏呢 猜猜点AVI说 猜猜你节目不要老提蚊子 会下着来招聘的小妹的 我再告诉你 这里蚊子很多 蚊子多 说明这个园区有池塘有水 环境还是不错的 而且本身 我都把蚊子招来了 你应该不太会的 秋风落花说 踩踩校园招聘 你会面试我们吗 好期待的说 我哪有资格面试你们呀 哎呀 我要 我要是哪天能混到 能去这个面试 面试人的这个职位 我觉得也不忘此生 说青春的诗说 以前听会呼吸的痛 一直不明白 呼吸怎么会痛 直到去了北京 瞬间长知识了 跨情诗意说 知道吗 每天活在阴霾的阴影下 阴霾的 差点读成 阴霾的雾影下 每天活在雾霾的阴影下 听彩带断的睡觉 有云里雾里飘飘的感觉呢 应该是每天活在雾霾的 这个词我就是读不好 每天活在雾霾的阴影下 然后再抽着烟 有一种腾影下腹的感觉吗 脆皮丸子说 见识过北京的雾霾 看到蓝天就是美景 我在说很多文艺小青年吗 大少爷说 作为北京人 我愿意为APEC会议做出贡献 只要放假 绝对不在北京待着 不给北京添乱 这不明人家说 才得打就感冒了 病因好重 老那掐指一算 肯定是缺爱 抵抗力太差 让我看你第一遍的时候 因为你这个缺 打的是错鼻子 我就看上了 肯定是瘦 瘦嘛 公瘦 瘦的抵抗力太差了嘛 所以我是瘦 我琢磨半天 以后的以后说 彩带肯定是没穿秋裤 才感冒的 哎亲 现在是上海 好不好 就是昨天降温 现在有20多度 小蜜鱼说 彩带嗓子为啥又不好了呢 冬天快到了 一定要注意保养 我之前当过一段小学老师 曾经上课 大声吼叫 但是我每天都坚持喝胖大海 所以长得一直都很好 在那 胖大海不是喝了人会变胖吗 我不要 最导小鑫说 小彩建议你不要承担 所有听众的感冒 就光光我一个人 一年感冒两次多 一次半年多 第一天感冒 第二天感觉好了 第三天又感冒 哎呀 城市 我们说 我们感冒都让你一个得了 我们会得一个更严重的病 是什么病 你就没说 好 最后用 落妞的话来结束节目 落妞说 大家可以搜彩彩 才是那个 爪木那个彩 一个精辟 好了 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搜彩彩 或者是直接输入CIFM 好 找到我之后呢 关注 关注微信平台 然后节目的文字版 还有今天节目 拓展版的内容特别多 我给大家找了 最恶心的一些段子 恶心的我都读不出来哈 然后如果中口味的你 今天节目没听够的话 今天微信第二条哈 这些段子呢 也是大家推荐的 如果你觉得你的段子 节目当中没念到哈 然后你可以在 今天微信推送 第一条的后面 有一些括号没采用 然后还有第二条当中 找到你哈 也许能找到你的名字 这是一点都不浪费的节奏 然后今天呢 非常呢 还要感谢念到的 没有读到名字的 CTA 没有以后 番茄万事墙 我不姓王 我住在你家隔壁 带带带忧伤 木雕专兽 大凡 提供的段子 今天背景音乐 第一首多多爱 推荐的 哈优桑 然后后面两首呢 有花枝探雪 万瑞 还有 黄 西 还有 等一下 不见了 我得重新翻一下 因为今天还有一首 小鸡小鸡 王荣的 是简成坤推荐的 后面两首 一首是小鸡 必有必有一首是小鸡小鸡 好了 结束了 再会了哈 不说个拜拜 少点什么 拜拜 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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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